你愿意吗 这一路让我陪伴 我答应不让你孕不单 你发现了吗 还真悄悄的蔓延 从你的眼到我的心里面 天很蓝 风很淡 你的笑容很温暖 有你在身边 这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只要有你的爱 这片刻就是我的永远 就算只有一天 就算只一瞬间 世界会静止在你我眼前 只要有你的爱 每一刻都是我的永远 也许只有一天 也许只一瞬间 至少在所有时间 消失一天 你是我的 你不想我 妈妈 大熊小方 辛苦和担心 你知道 反正自己都要走了 就不要连累大家了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你给我听着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 说陈飞扬想放弃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我陈飞扬 我告诉你 我不想死 我要活下去 因为我爱你 我常常问自己 最必要闹是最便宜 生存开始毁灭 现在我找到答案了 答案是肯定的 我要生存 要生存 你听到没有 生存 你把我刚才说的 再重复一遍 成飞扬要活下去 要生存 要生存 生存 对 生存 要生存 要生存 你是徐峰 徐峰对我们很好 对飞扬很好 还有妈妈 还有大熊和小芳 他们为了我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坚持 所以我不会放弃 不会放弃 飞扬 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了我们 你一定要挺着 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坚持的 徐峰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对 你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我会加油 把你留下来的 好 我说爱你不会变 你眼角湿成一片 那又躺过醉的花圈 插星空外满了眼 我说爱你不会变 我说爱你不会变 你偷进我怀里面 幸福在 随你别 静静倒点 我说爱你不会变 好 那你会变得更深 可以变得更深 你会变得更深 你会变得更深 师傅 这个是什么 这是倒吊篮 这全都是倒吊篮吗 都是 非洋 这些倒吊篮 不全都是你的吗 对啊 是我的 干嘛把他们都拿在这里 好了 现在我就把他们带回家 好不好 师傅 这些我都要了 好的 我没经历过 飞幅 这谁来了 大熊 他们找到了什么 这么多的了啊 对啊 我们在分钟工房那个找到的 告诉你 明天我们在路上溜达的时候 我也买了好多的 那要怎么样了 你干嘛 他们是谁啊 嗯 好了 我们先马上搬进去吧 好 阿姨 我们回来了 阿姨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了 我去逛逛 哎 当当当当 我们都找到就来了 哎 我们快熬给飞昂喝吧 是啊 好啊 可是我还没买配药 哦 没关系 我去买 我们更 själv 哎 阿姨 我来帮你 我要帮你 拨有 大导 阿姨 马上 我把你给我家 就导せ 你先紧 放入冰箱 我不想喝了 怎么了 好苦今天 贝扬 你可以尝出味道 这是好现象 这说明你一天天好起来了 你要坚持下去 你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来 好难喝 不能喝 贝扬 你看我们都在喝 我们都在喝倒吊篮 你是没喝怪 可好喝了 来干杯 干倒吊篮 你看 我变得好强壮 来我们比赛 来 飞扬 难道真的是你爸爸觉得我不好 没有好好照顾你 要把你带走 你是不是想跟爸爸走 可是妈妈舍不得你 你不要走 妈妈舍不得你 便宜 别跑 优优独播剧場 有棵树 它不可以自由自在 水風飛揚 我就只能坐在這裏 傻瓜 你忘了 我叫徐峰 你叫飛揚 有風呢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飛了 你可以跟他們一樣 所以只要有我在你身邊 你就一定會好起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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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有個好消息忘了告訴你了 我 明年要考律師了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考律師嗎 我也是為了你 因為你呀 是個破壞王 你將來闖了禍 我要是做了律師 我就可以幫你了 我很厲害吧 所以呢 飛揚一定要加油加油 加油 趕快好起來 早一點闖個禍 讓我幫幫你 好不好 我陪陪飛揚 你就是一句話 好吧 我在外面有事叫我 小心 你隨便 你呢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你還來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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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你去哪裡 非常乖 来 喝完了 我陪你出去玩 真好 你要多喝一点 喝了这个身体就会好 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吃香格里拉的特大好披萨 飞样最爱吃了对不对 真好 再来 我去接个电话 问你好 要水 我还要水呢 你打错了 飞样 没想到 还以为这倒掉了就这么回事 原来这么神的 你请来比什么都好 等下 我要确认一下 你是谁 陈飞扬 他呢 妈咪 妈咪你瘦了 这个男的呢 绝对 这个美女呢 下方 帅哥帅哥 我是谁 烂熊 完了 完了 还是美好 才不是呢 你就知道欺负我 你这么小气 真来怎么当律师 你都听到了 以后我闯祸了 你要帮我 所以你要努力 没想到你昏迷不行的时候 都听到我说话 还有小芳 谢谢你 每天帮我梳头发 按摩手脚 为我吃饭 比起伯母和徐峰 这算什么呀 妈咪 辛苦了 只要你好就行了 妈咪 你放心 我在朦胧期间 有梦见一个男人 他长得好帅哦 他说 他是爸爸 他要我跟你说 他绝对不会把我从你身边带走 因为他觉得你是最好的妈妈 他很感激你 把我照顾的那么好 他还吩咐我 他还吩咐我 一定要好好地陪着你 照顾你 孝顺你 我答应了 不要真乖 不要真乖 这是RJ柔玲的email address 这是那个女作家 许峰参加了她的插画比赛 你还在想这件事啊 虽然机会渺茫 但是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像你们对我一样 一直对我都没有放弃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认识你们 傻瓜 这真的没什么的 小峰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要嫁给许峰 只可惜 不用来生嫁给许峰 你们今生就应该在一起 可以吗 你会好起来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 要去看医生哦 来 舌头 好 好 不用说我也知道 我好了 前两天就能走了 那你现在能吃吗 嗯 而且 我看得清清楚楚 也可以认得每一个人 那肝脏部也很疼吗 我唯有一点点 可是比起以前 好了很多很多 宋叔啊 你一直说不要期望这个倒吊篮 你看飞翰喝了都好起来了 对啊 我们到处去找还真是值得 这倒吊篮也太神了 他说医生你太神奇了 你看 他连手语都记起来了 这样吧 你们那尽快回上海 找个好点的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吧 有需要吗 没必要没必要 你就是神医 我们就相信你 那边的大医院 有最好的医生 有最先进的设备 他们能为飞扬 做最详细的检查 比我这全面多了 你说呢 既然这样 要不我们就回去吧 好吗 宋哥哥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回去以后 要好好地听男朋友 和你妈妈的话 听见没 你也要听我的话 可是我们说走就走 飞扬的身体先能坐长途车吗 那我们再休息两天吧 那我 看来 飞扬比你还要精神呢 嘿 你就知道像是外人 不是外人 不是外人 大夫 那我们先走了 谢谢你 那走好 好 谢谢你 还 说说 真不知道该怎么睡 小期子 无论如何 要随缘 妈 我先走了 走 这梨子真是好运 居然这样还能好起来 宋伯伯再见 飞扬的身体器官停止了出血 血压是低利点 不过可以到个正常的水平 其他的一切都会不到正常水平 那我可以动手术 把坏血的器官切除吗 目前的情况是可以的 那成功的机会率有多高 大部分同类型的病人 在接受手术之后 如果配合顺利的话 延长寿命数年 甚至达到更长的时间 也不占少数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动手术 我要动手术 不过这是个重大手术 由主任医师亲自操刀 他正在悉尼开会 大约一星期以后回来 不会把所有的资料传给他 让他做详细的汇报 但是在这个一星期里面 我要求你配合我们医生 一定要按时服药 一定要睡好觉 保证身体最好的状态 饮食也要注意 否则的话 手术就不能进行了 你明白吗 对了医生 我想问一下 之前我们在西堂配置过一个中药 现在可以继续服用吗 可以 但是只有辅助的作用 我希望还是按时吃我们这里的药 好吧 好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来 你怎么这么多来了 还臭热的 你看看你看看 最啰嗦的人来了 这下你高兴了 飞扬 别起来 别起来 快去帮你坐 来 我来给你们介绍 这是徐峰的爸妈 这是飞扬妈妈 这是我老板 大家都认识了 带那呢 没的事 这位父母 您的心意有理解 你们随便叫我去泡脸 不不不 这个事应该我去做 哎呀 你们都不用闹 小方 你去 这怎么好意思 还是我去弄 我是专业的 你们聊 你们聊 他们知道茶叶放哪吗 哎呀 伯母 你不要操心这个事儿吧 大人有更重要的事情商量 哎呀 妈妈请坐 请坐 嗯 好 干嘛 去那边 干嘛呢 你神秘兮兮的 婚事 啊 你的婚事 我的 还有你 我 小方 你已经告诉我了 你特别特别特别想结婚 对不对 嗯 今天呢 大人都齐了 正好可以好好商量一下 你们两个人的婚事 我跟徐丰他爸没意见 我们俩非常愿意 你看 我连当年徐丰他奶奶 给新媳妇留下的一镯子 也给带来了 我 我觉得不合适 我连当年徐丰我同意你 妈 为什么 对啊 飞扬 现在不是时候 我没有工作 结婚不是儿戏 我没有钱养活老婆孩子 怎么可以结婚呢 我们又不是没有一起吃过苦 傻瓜 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贫穷 你不要把它浪漫化了 你现在身体不好 我不可以让你吃苦的 徐先生 徐太太 飞扬的病情 你们了解吗 我们很清楚 就算 这次她的手术 能让她好起来 她以后 是不宜生育 我们都明白了 也都想清楚了 对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要是真想要孩子的话 可以抱一个回来 就可以了吗 对啊阿姨 虽然你一直住在国外 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 以飞扬现在的情形 根据古老的习俗 这个时候结婚 其实是好事 是可以冲喜的 对啊 我们这里很多人 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是因为这样 更没有必要 不要再说了 就这样子吧 妈 你的老妈病又发作了 不好意思 妈里的话 阿姨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你跟妈变一户了 我们是为你好 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等会来喝个喜茶 喝完喜茶之后呢 别说了 没事 为什么 有人白胡 不愿意结婚 谁啊 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现在时间不合适 那 如果以后我要结婚了 我会亲自跟大家宣布的 不用你来操心 本来大家都好好的 被你这臭小子搞得气氛这么差 好 你小子不冲心 兄弟我帮你冲 我接 你跟谁接你啊 我当然跟他了 难道跟你啊 哦 那 恭喜啊 小八 我们要结婚了 哎呀 这次让新娘带上教了啊 真实礼啊 我去教训教训贱内 你们聊 你们聊 来来 再查 小芳 小芳 等等我 哎 怎么了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说我们结婚呢 我们什么都没有计划好 结婚不是儿戏啊 我知道 我只看到那一五子人都将在那里 徐峰的臭小子又不肯跟飞扬结婚 我呢 做兄弟的就只要冲上去了 其实我也就是逗逗大家开心 那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放心 我就是说说而已 没有人会当真的啊 哎 大熊啊 你的电话烂了 哦 刚刚你爸打电话来说 要你们俩一块啊 回去吃晚饭 啊 哈哈哈 男大当婚 大当家 好啊 好好啊 哎 早点结婚就不是五代同堂了吗 你们说是吧 是啊 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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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就是说说我也没当真的 什么 这也可以当做儿戏的 老头子 你知道你儿子我妈 好吃懒做 要钱没钱 要房也没房 要车没车 又没有学历又没有大志向 挣点薪水就够自己养个半饱 还得靠你接紧 你那么心疼小方 怎么舍得让他嫁给我来吃苦呢 就知道你没用 幸好啊 你老爸我未雨绸缪 早做准备了 来了 来了 什么呀 房契 存折 不会吧 汽车 老爸你来真的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 车子还是本田的呢 我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足以让儿子养气活而过的舒舒服服的 拿着 是啊是啊 来媳妇 我给你戴上这个 来来来 我也给你来 给你戴上 我给你戴上 我给你戴上 好看的 哎呦 好漂亮啊 好看啊 好看啊 当初孩子一定很漂亮的啊 好看啊 呃 外申许多好漂亮哦 嗯 真的好看 你看 眼睛大大的 皮肤白白的 哎呦 以后孩子要是生下像他 那就是太漂亮了 什么都不缺了 放心结婚吧 越快越好 未来媳妇 她说话 小方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她说话不方便吗 虽然大家都很疼她说不介意 但是 如果这个遗传到孩子身上就不好了 她非常担心 对 她说的一个道理 对 最后你简单人 你们在瞎闹什么呀 最后你简单人 要相信科学吗 国家提倡婚前检查 等检查出了结果 一切不都明白了吗 对啊 所以在你 她说的一个道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要不是你刚才拦着我 我肯定抱着大夫就 哇 亲一口 想想还挺恶心的 哎 怎么不高兴啊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你和我都没事啊 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们的孩子肯定没有问题 啊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 不管有没有问题 我都爱 行了吧 怎么了 你的原因 只是随便说来哄哄大家 现在都没有不结婚的借口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接呗 什么 小范 我们结婚吧 反正这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让我们早一点结婚 早一点快乐 早一点幸福 好不好 好吧 喝杯水吧 啊 那那那 你看你看 现在是三十二小时 十四分十五秒了 三十二小时 十四分二十秒了 你都没跟我说一句话 我打算继续一百万个小时 不理你 一百万个小时啊 那那好啊 好 我想想啊 这一百万个小时差不多有 你还说好 当然好了 有一百多年呢 我在想看看 陈飞扬一百多年 都生我的气 都不跟我说话 这一百多年以后的陈飞扬婆婆 是个什么样子啊 谁不跟你在一起 一百多年 那你去哪 我要出去 嫁给我第一个看到的男人 我一定让自己 让自己 坚定